韓聯社報導 韓國政府1月10日起 要求所有來自香港和澳門的航班 統一降落在仁川國際機場 報導清源計劃在農曆新年年假期間 飛香港至釋州直航航線的 香港快運等航空公司難免遭受重創 報導又稱原本利用大航航空 航亞航空班機 飛底仁川國際機場之後 轉機去釋州或釋州的旅客 亦需要改變行程 在仁川機場入境之後 另謀其他交通方式